我们都知道中美在G20上有这么一个缓和 那么作为美方来说 它发放了更多的货面 给一些美国企业可以继续给华为供货 那么华为也发出了自己不同于以往那么强硬的声音 由任正非主动提出鸿蒙系统只是用于电脑操作的 不适合手机系统 那么华为手机继续在用着这个谷歌的安卓系统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看到的华为又重新开始销售宣传 那么因为美国国内反对的声音比较多 所以我们紧接着又看到美国政府颁发了总统行政令 那么签署了一个关于禁止外国敌对势力进入美国通信系统的这么一个总统行政令 应该来说仅仅签署了这么一个行政令还不能打消议员们 甚至前期美国情报机关的一些努力 因为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美国的专业人士开始分析华为 揭露了华为有一些军方的员工 中国军方的员工 那么同时呢 很多预言明确的表态 华为不是像美国一样的商业伙伴 它不是一个普通公司 它是共产党用于装点门面的一个国有企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人们对川普有更多的担心 所以我们看到了美国出现了一个跨党议员 六名参议员和四名众议员 那么由跨党的这些议员 就两党的议员都有 他们发起了一个法案 那这个法案他把总统的行政令法律化 他要禁止把华为从实体清单中间除名 这就限制了川普政府在未来谈判中可以使用的技术手段 因为太多人高估他 高估他的政治道德 过分的计较技术手段 把商业谈判技巧更多的带入到政治活动中来 所以因为这个担忧 所以美国现在正在搞这么一个立法 这个立法最终的目的是 即便川普政府给更多的企业发放豁免 或者最终要把华为从商务部的实体名单中剥离出去 那么作为国会来说 他们可以否决这种豁免 也就意味着前期谈判中我们看到的很多 关于对电子科技半导体这一块 对中国政府未来更多的宽松将不再存在 这是一个系统的东西 它不仅仅是某一个参议员表态 或者是某一个党派 甚至是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提出什么政治纲领 不存在这个问题 完全把它法律好 这种努力呢 它是与美方最近几个月政策上的反复相对应的 国会越来越不相信政府 因为国会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声音 它是把中美之间的对立 或者说这种对峙要长期化 两党在遏制中国 这个问题上是达成一致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美之间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贸易问题 更多的是中国正在创立一套自己的规则 那么通过这套规则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 说到底一句话就是 利用民主反民主 利用各国的民主的这种姿态 宽松的言论环境 那么利用已经形成的法律法规 作为武器 来攻击现有西方的制度 它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个人 或者说收买一些媒体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政府正在采用的方案 其实呢它有它的底气 在它的眼里 你一旦对我实行制裁 在全国范围内就会造成人道灾难 第一个付出代价的是老百姓 那么如果你要强调政治正确 你就不能完全按照你的意图来执行 因为你所有的制裁最后都是要靠老百姓来买它 造成人道灾难以后 国际社会的压力 自身的压力就会很大 那么如果说你要是为手为脚 它可以利用你现在对它的宽容 继续玩它这一套 现在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 中方的态度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针对这个整个谈判态度是很强硬的 虽然谈判工作小组谈得很辛苦 私下有一些跟美方的交流 甚至有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 但是从宣传上来说 一步都没有退过 美方在考虑是不是把剩下来的3200亿 也加25%的关税 就有没有这个可能 美方一直在探讨 其实国会在搞听证 那么政府也在表态 因为更多的人在批评 即便川普政府利用已经加征的25%的关税 来弥补农业的损失 农民的损失 给农场主更多的补贴 那么工业呢 是吧高科技这一块 那么出口到中国 它最起码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了 那么替代国呢 没有完全的形成 如果说现在中断了对中国的出口 这些商品 尤其是半导体行业中 这些电子科技 它都是有时效性的 很多商品 是单一的为某一个企业定制的 而且这种订单的量相当大 一笔订单都是几亿几十亿 它其实不像人们认为的 那么轻易的就会斩断这个产业链 然后转移到其他国家 其实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在这个过程中 受到损失的企业相当多 而且它紧密的 与各个财团它绑定了 现在美方所有的政策 涉及到高新科技的 它都跟华尔街的利益密切的相关 所以人们总是在提问 川普政府目前搞的这个加税 它带来的多余的这些税收怎么处理 怎么样能够补贴到更多受到伤害的企业中去 这个问题几乎目前看不到答案 所以美方反对这个 反对的声音很大 大到川普的政策 在左右摇摆或者说尽可能 它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安定下来 不要对政府的政策有过多的怀疑 因为这些企业都是能量特别巨大的 他们不仅仅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同时他们也用其他手段干扰2020年竞选连任的问题 那么作为国会呢 他们属于那种在政治上要求口径一致的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从人权角度 从政治角度从价值观的考量 那么各个方面来要求美国态度能够保持一致 政府不要左摇右晃 尤其是前期在欧洲做的一些推广 包括针对5G的一些限制 针对华为的一些限制 那么他们强调了华为和中兴这一类的企业 它不是普通的企业 那么完全代表着中国政府的引的吧 或者说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国会为了毒死后路 其实现在正在做的这个立法 不仅减少了川普可以打的牌 同时也在对中美正在形成的对峙 基本上算是给他敲了棺材上的最后一根钉 我们经常看到中文媒体有很多反复 有很多反转 非常吸引眼球 但是从目前已知的美国这边的态度上来看 总统呢更想表达的是一个姿态 国会想把总统的姿态制定成法律 当它成为一种法律的时候 川普政府可以进行的退让就会越来越少 像华为这种企业 它被全面打压 甚至被完全踢出美国以及蒙国的市场 就成为可能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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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